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方评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的十分学区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的价格是四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是它的面积还有它里面的装修呢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说的学区好呢基本上八分八分以上都叫学区好的一些地方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全十分的学区 不过高中的一个学区评分呢基本上在三个月左右都会变一次 所以有的时候它的高中会被评为十分 有的时候它的高中会被评为九分 但是这个不是非常重要了 九分十分其实都是很好的这个学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感觉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在休斯顿Kitty这个区域的一套非常 我觉得装修状况各方面非常好的房子 之前我们拍过一套五十几万后面有泳池的一套一模一样户型的 但是这一套房子的装修也非常好 它的报价只有不太到四十四万美金 所以我觉得好像比那个戴泳池的又更性价比高一些 一进来就这样一个非常宽的走廊 然后里面是高挑厅的 然后右手边呢是一个书房 书房这边做了一个相见是橱棍 这种橱棍是不会搬走的 这样橱棍都是加装的 这样子的一个橱棍 一楼全都是石木地板 所以很精致 再往前走的右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当然也都是石木地板 一个比较精致的房子 再继续往前走 就是主客厅的位置 这样一个主客厅的感觉 然后这个房子的LED灯特别多 加装了好多LED灯 然后再往客厅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早餐厅的区域 早餐厅的旁边是厨房 厨房大理石是加装的 然后厨房的橱柜呀 然后这个烤箱这些都是通用电器 AE的 然后里面是储藏间 这样子的 然后他现在把冰箱留下了 一般情况下家里搬空了 留下的冰箱之类的都会给这个买家留在里面 然后橱柜是这种做旧的感觉的橱柜 这个房子建商是莱纳地产 然后他的sink是一个这种特别耐磨的一种材料的 就不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比较不是很耐磨 在客厅另外一边有一个小走廊 这里边进去之后呢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空出来这个空间还可以再放一个冰箱 洗衣房的旁边是车库 然后车库的旁边才是这个放衣服啊 放这个包包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洗衣房的另外一面呢 就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马桶间 这就是一个一楼的感觉 那这个房子 其实主卧也是很漂亮的 主卧在里面 主卧也都是石木地板 很大的主卧 并且有这样的小漂窗 然后洗手间 也是很宽的 两个洗手台 然后做旧的这种的橱柜 做旧的橱柜 然后这边是按摩浴缸 这个浴缸基本上是没用过的感觉 非常新 按摩浴缸的旁边是淋浴间 淋浴间的旁边是马桶间 马桶间往里走是李茂间 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这个房子 二楼是什么感觉 二楼是地毯的 长毛地毯 但是地毯很干净 到了二楼之后呢 二楼也分了左右两边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来右手边这边 先是一个家装的台面 女主人算账用的 然后再往里走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卧室 两个卧室并排着 这边有一个 卧室的面积很中规中矩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打开 一个 比较宽敞的洗手间 然后再来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也是一个卧室 就是这样 卧室主要的就是方正 然后利用绿膏 这就是两个卧室的这一边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边看一下 到了另外一边呢 这边是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比刚才两个卧室都大 然后 里面有一个洗手间 所以这个卧室是一个套件 要比刚才那两个卧室的配置好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套件的配置 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这就是二楼的一个构造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院子看看 一打开门 先是一个这样长长的padio 这个padio是很高的 这样非常高 然后呢院子并不是很大 然后隔壁邻居有泳池 所以隔壁邻居小孩一直在玩 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院子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学区非常好的Kitty的一套房子 好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更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区域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介绍的Kitty南 也是这一块都是我们经常介绍的南Kitty 南Kitty指的是10号高速公路的南边的这个块Kitty 我们介绍的就是南Kitty非常中心的区域的这样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的家这个学区是全十分学区的 所以也是我们华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区域 好 我们现在放大一点看这个附近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在航拍图上大家已经看到到这个附近的一些感觉了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就是在这里的 它离小学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这边就是小学 所以它离小学真的是很近 房子就在这儿 然后学校就在这儿 基本上走过来差不多开车的话 一脚油门一分钟就到了 所以它真的是孩子上学是非常方便的 包括初中高中也是很近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它离其他的一些位置 比如说我们看它离Asian Town 亚洲城的距离 亚洲城的距离有17分钟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离Downtown 离休顿Downtown是36分钟 最慢的话43分钟到Downtown 但是如果您不在Downtown上班 可能也不需要住在Downtown Downtown附近只有斜子楼 而且治安环境并不是非常好 到Shopin Center的距离 基本上就只有7分钟 非常的近也非常方便 那周围的环境也很好 您看到的现在的湖啊 湖啊都是这个周边的环境 那这些社区都有自己的 这公共的泳池 公共的健身房 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啦 如果您对修斯顿地产很兴趣 或者是你有修斯顿的房子要卖出 或者是买入 欢迎联系GG修斯顿地产团队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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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